有住宅大樓被轟炸 乌克兰东部克拉莫托斯克 民众愤怒也无奈 因为俄罗斯在前线攻击救世不停手 自愿到战场救援的美国医护人员 看到士兵受伤惨况 很像普京要负起责任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回到基辅作证 闪电访问美国后 泽伦斯基又拍影片报平安 这趟行程收获满满 反国召开高层外交人员会议 趁机宣布美国送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好消息 我们跟你们要睡得比较少 比较少 想想比较少 比较少 结果的召唤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PPO 反观俄罗斯在占领地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 拆除曾遭空袭当时收容民众的剧院 乌克兰指控此举不只消灭当地文化 更湮灭战争罪证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公开提到战争 是不是说溜嘴因为他以往从未证实过与乌克兰的冲突市场战争 美国官方研判是口误 CNN则这么分析 想要让社会团结在动员也是可能性之一 因为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影像就发现 在泽伦斯基访美的当天 黑海的俄罗斯潜艇和军舰出没 都是数周以来出现最密集的海上活动 TVBS新闻做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